大家好,我是猫顿,今天就来给大家实际的演练一遍,张其英和张包之间是怎么互殴的。 视频里的两支队伍分别是48亿的女团队上89亿的数突,不过这不是重点。 因为我的账号是一个退坑多年的回归号,也没有认真再玩,对方则是在数突时就已经退坑了的账号。 所以,这样的战斗数据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的,本期视频单纯只是想让大家看看张其英和张包之间的对决是怎么进行的而已。 然后就是,队伍也不能超,因为这只是在测试的途中,队伍和站位都是随便放的。 现在先来给大家说说张其英和张包护殴的原理。 张包的三星被动,会让他在受到普攻后,有50%概率对敌方前排释放横扫。 当张包释放横扫后,处于决斗状态的武将,必定会再对张包进行一次普攻。 接着,张包就会有50%的概率可以再次发动横扫。 当张包释放横扫后,张其英又会再次对张包释放普攻,以此形成一个小循环。 由于张其英联合两只气灵,每次攻击都可以进行三次普攻。 这也大大的加强张包触发横扫的概率,结果就是导致这个循环怎样都停不下来。 横扫与普攻的循环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其中一方死亡为止。 张包的羁绊会让他在每次触发横扫时,使关星也立即对处于决斗的敌方释放一次普攻,所以关星也会被拉入这个循环里。 由于张其英的无火被动有免疫普攻的效果,所以关星的普攻实际上是无法对张其英造成任何伤害的。 这才导致了张包和关星在和张其英互殴的决斗中败了下来。 但假设你的张其英没有无火,无法免疫普攻,这场互殴的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张其英的普攻和关星的普攻应该都是可以触发驻战敌方的。 右边的鼠突因为没有带驻战敌方,所以这边吃了个闷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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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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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几经艰难,张琪英终于把张包给打死了 但他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候就让我来帮大家回想一下 之前张琪英和张包互殴的战斗画面 留意在这个战斗过程中 张琪英在三连普攻后 张包也给张琪英回了三个横扫 三次横扫罩里应该会再触发三次张琪英的普攻 但这边的张琪英在打出一个普攻后 却又重新触发了张包的横扫 导致之前还有两次普攻还没打出去 却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张琪英还没打出去的普攻 就这样被越扣越多 最后才导致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 虽然张包早已回天界 但是张琪英和关心的普攻却还在继续跑着 并且在这个过程结束前 其他武将都无法插手 从画面中你可以看到关心的怒气 虽然早就满了 但因为这个循环还没跑完 所以他也只能等 底下的神兵虽然全部都已经准备就绪 但也全部出不了手 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 在这个过程中指行动优先度更高级别的蔡文姬 华佗和必方能插队出手释放技能 以上就是张琪英克制张包的整个过程 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可怕呢 张琪英简直把属突整个队伍都当杀包来打了 张琪英简直达 张琪英简直达 最后张琪英终于把欠下的普攻都给打完了 世界也重新地回到了正轨 神兵和怒弓等都被释放出来了 整个过程虽然很久 但其实只过了一个回合而已 一个能轻松把张包刻的死死的小萝莉 你确定真的不抽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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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